大家好,我是小胖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 2023年群星逐渡第七赛季 也是今年的最后一个赛季的 129级天科组的总决赛 观众方是奇开得胜 对面是劝你善良 由于这低等级的比赛 大家都知道 打的时间比较长 给大家做一做后半部分 比较精彩的一部分吧 那观众方这边选择上的是 一个女儿盆斯的双锋 配合着花果山加魔王 一个典型的212 普多山的话就是一个辅助嘛 那对面选择上的是一个 宙师加神墓的天公国标 也是一把音阵小刻 观众方辅证5% 那咱们看一下这场比赛 谁能拿下 双方也是有搬选的 观众方这边是被搬掉了地府 对面是被搬掉了女儿村 由于观众方有 女儿村的存在 所以对面哪怕是啊 完成了一个点杀的话 他手里的灵源也不太好 研出来 小嫂先点一手 现在观众方的状态 是不如对面的 而且观众方的药品 消耗也比较的大 要比对面大很多 双方这是冲着一个高回合走的 大家可以看到右上角的一个回合数啊 总共打了65个回合 现在已经51个回合了 观众方这边压力比较大 当头来了 好像没什么太大的问题 而对面 一把青石的点杀 差一丢丢 前排宝宝跟一跟 你别说观众方 这个女儿村 好像有点 扫不住了 扫包了 由于头上有灯啊 对面这个刀不好不霸 神佑了 这里应该是神佑了 再来一个 观众方 女儿村倒地 那对面地府手里的灵源 我看一下 这打针是一个三点灵源的针 对面 延不出来 因为129级普多山 摇柳干路这个技能 是可以点到150级的 也就是说 点到150级的话 这个技能 它是可以提前两回合去 人物拉起小死亡的 可以提前两回合 人物拉起小死亡 所以 没法延长了 但是这一波 观众方被点杀在地 整体 也是太伤了 一个无球大 可以 观众方有意外收获 把对面宙斯普多给带走了 因为129级的画生寺 是点不到磁心那个卖的 129级最多 他就点 点五单 他点不到第六单 磁心是第六单 画生寺 不能提前拉起小索 所以 他这个东西 就没有普多山的收益大 普多山是可以提前两回合 帖子 帖子 这样 他这边 不得山继续补灯 洋流跟路提前拉起自己的女儿村 这一波打针打得太到位了 所以队长方只能找机会接着点 深圳汉海打一波面伤 主要是观念方这边刚才出的一步就大 也算是把对面节奏稍微拖了一拖 毕竟普洞山他没有像华生寺的那种爆发性的恢复 一旦被弄死 你一时半会儿这个上线你是回不上去的 他跟华生寺那个活血当然不一样 卡古恶春魔王这边接着秒 五千多三千七对面血量直接被这个骨头位 魔王压得有点有点太低了吧 罗汉赶紧盖起来啊 这个魔王瞄着顿顿顿谁受得了 赶紧读一读 背水车心 真的是背水车心 再来一把金青 反而现在观念方的状态啊 最起码是场面上的状态 是要比对面更舒服的 换个角度讲 就咱们把这儿拦起来 你看 把双方的状态来一拉 咱们就觉得观念方这边还比对面 稍微不错那么一点点吧 但这个东西一拉出来 看看药品啊什么的 就觉得好像对面更有优势一些 那这一波花古恶春发挥威力 点死 花古恶春再触犯侵蚀 还能再点 侵蚀就是当头四倍伤害 当然有一个气血要求啊 百分之六十到七十之间 会有一个四倍伤害 但是相当于他得到的一个 当头这么一个技能吧 哪怕侵蚀 咱们也就会触发呢 物体灵 再来侵蚀的当头 再来蹲对对面的地府 密传法树 一千八对面地府 他也没了呀 赶紧招宝宝 花古神再来侵蚀 相当于又得到了一个当头 天空赶紧错来封一下 但侵蚀他有一定的抗风概率 所以说对面并没有封重 观念方这边也 这个护法 护法金刚啊 刚才不是给加的吗 什么灵又护体啊 那个技能 我记得叫个啥呢 这对 护体灵盾 哎呀妈呀 这什么玩意儿 我怎么没见过呀 灵宝 增加等级乘以12的一个护盾 好家伙 原来如此啊 观念方一把进聊 再把对面天空压到在地 现在就是杀人 因为眼看就到65回合了 谁能掌握场上的优势 那谁就才能赢下最终的比赛 由于对面是有一个地府的存在啊 人家有12速 有地府 所以观念方这边会更着急 要比方便 对面也比观念方领先很多啊 所以打到65回合和绝杀的时候 那观念方很明显啊 要比对面着急很多 所以观念方这边必须先动手 先挖这人 我打到你没有机会打我 我才能有机会赢下比赛 现在对面罗汉也结束了 两个高速单位倒地以后 对面他全愤怒呀 相当于少了两个高速愤怒点 观念方这么一个小林宝啊 这林宝确实没见过啊 我也是头一次见 所以咱们刚才查了一下啊 是一个加护盾的 护体灵盾啊 叫个护体灵盾 再换薰米 有进聊就压着对面的天高 神用了啊 带着163的 再控制观念方的花果山 花果山有一把神真实 但是被封中了啊 好像也就没有太大个意思了 也中无魂了 还飘出了一把漫天 我看一下这漫天 这漫天 两把漫天了 现在三把漫天飘起火了 又送了一波伤害 这个也中无魂了 对面知道这个输出 他受不了啊 关键是对面这儿 还有个这么样的啊 还有两个回合 普多山也是可以提前两回合 拉起来的 其实观念方也算是背水战 莲花新英 对面竟然点了一个 拉死亡宝宝的啊 就拉鬼魂宝宝的这么一个技能 这是个经脉技能啊 你必须得点 拉起来以后 清个薰米 继续点后排的周诗 魔王一秒 宙师踩丢丢啊 但是现在天宫和地府怎么办啊 后排的宙师也没了 现在对面三人倒地 宝宝在飞 这种时候他就怕宝宝飞啊 因为你不管是任何的操作 你都需要宝宝去帮你实现 直接下来了 也把观念方的血量往下压一压 但是观念方正好一把金青 也算最起码能抵消掉你这一手 天内鹦鹉一半的伤害吧 天宫继续倒地 再拿一个沙威亲宝宝 哎 观念方这边目标也很明确啊 我就把你的宝宝亲一亲 你这个药品 你这个拉人 你这个卡大金 你这些操作 你都实现不了啊 我就亲你的宝宝 再飞一个 再来 火多神也没了 打到现在对面基本是没有希望了啊 不知道对面天宫他有没有磁横这么一个特技啊 这些很多时候他们都不带的 亏牛战鼓继续假伤害 如果有磁横 还可以一战啊 至于这么一个大爽的话 换俩阳户对面 地球天宫宝宝不多了啊 但是其他人宝宝还行呢 而且对面的九转 在这几回合消耗的有点大了 对面一直在拉人 就这几个回合 哎 还行 九转还够啊 哎 拉币地拉CC拉帝 地挂个紧箍咒 你这不同的样子啊 赶哥你不要玩花活啊 好好打 对面也想冲一手呀 主要关家风这些 零到零了零了了啊 把对面压得个够呛 看看对面能不能找机会 来一个 什么 反杀 关家风 对面也想冲一顺